但是我覺得非常神奇的是 原來它的補丁 並不是去用相同磁磚把它補上去 它是用畫的 畫的很像是磁磚的樣子 畫的就算了還掉漆啦 就很辣茶啦 我們又來反應嘛 反應之後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 又回復到我兩年前反應的狀態 請公務局長 希望可以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在我們板橋火車站北側人行道上面 我在兩年前的時候就發現 板橋車站北側人行道 有非常多類似這樣的補丁 大概有十幾塊 那時候我就有會看過 請市政府去修復 結果過了半年 大概是在2020年的11月12月的時候 還是長得一樣 那時候我就有點 當然就是在盯他們 結果後來他們就跟我說已經修好 最近又有人跟我反應我又去看 又變成這樣 但是我覺得非常神奇的是 原來它的補丁 並不是去用相同磁磚把它補上去 它是用畫的 畫的很像是磁磚的樣子 畫的就算了還掉漆啦 就很辣茶啦 我們又來反應嘛 反應之後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又回復到我兩年前反應的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板橋車站的北側呢 又回復到一堆補丁的情況 那我個人覺得很離譜啦 就像你覺得好看嗎 你覺得好不好看 對 的確 兩年前我們那時候 你覺得好不好看 不好看 你也覺得不好看嗎 臨時修補 對 那我要跟你講 板橋車站是我們板橋的門面 也可以說是新北市很重要的門面 為什麼 因為板橋是我們新北市政府的所在地嘛 市政府在周邊也辦非常多的活動 很多外地的人都是藉由坐火車來到板橋 第一個印象就看到板橋車站旁邊全部都布丁 那你覺得他們對我們新北市印象會好嗎 你覺得 會 不好 不好對不對 好 這個車 那我跟你講更離譜的是什麼好不好 車站館廠跟公所圍館道路之間的一些介面 我跟你講更離譜的是什麼好不好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是火車站的北面門 那火車站的南面門那邊 就是縣民大道上面了 欸 居然有我們公務局新工處的工程 在推動什麼工程呢 府中雙城的改善工程 結果我就想說 會不會你們的工程呢 會顧及到北二門人行道的部分 就一次幫它修復嘛 結果問的結果是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的工程是沒有包括那邊的 我們只有坐火車站四個角落 那我就覺得很納悶 也非常好奇啦 這個計畫應該是屬於 府中美學計畫嘛 是的 府中美學計畫應該是要讓我們板橋 府中或火車站在市政府這邊變得更漂亮對不對 有一個雙軸三廣場計畫嘛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雙軸就是縣民大道 跟重慶路 重慶路 然後三個廣場是 府中廣場 市民廣場 跟站前廣場對不對 你要讓這整個區域變漂亮 但是呢 唯獨呢 就留著那個板橋車站的北二門那邊 讓它跟補丁一下 那為什麼不能夠把那個北二門的人行道 直接納入我們雙軸三廣場的府中美學計畫 一起施作呢 還是你覺得這個地方醜沒關係 沒有 我跟議員報告 三個廣場沒有錯 第一個是市民廣場 現在我們市府前面正在做 第二個是站前廣場 就外面公園延續的站前廣場 那現在也正在施作 那雙軸的部分就是縣民大道已經完成了 那其他的重慶路跟北面區 沒有沒有 你不要講細節我現在就 我真的 那這個部分 現在這個是車站前面的廣場 原來是包括台鐵圍館的一個廣場 跟公所圍館的一個道路的一個界面 那這個部分 當初我們在雙廣場的部分 就並沒有含台鐵前面的一個廣場 那只是我們改善的兩個廣場 兩個廣場之間的串連 就是四個角落我們把它做無障礙的一個改善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既然要讓那個地方變美 你為什麼獨漏這邊 你現在做的雙軸三廣場 很多本來也不是公務局的業務嘛 你把它納入變成你的業務嘛 可是你卻獨漏這一區 結果我現在問你說為什麼沒納入 你說因為那個是公所的業務 你這樣講話就矛盾嘛 你要做美你就把它做一套 你不要留一個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破窗理論 一個窗戶破掉之後 慢慢所有的窗戶都會破掉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破一個窗戶沒關係 你現在要做整體的美學 你露一個補丁在那邊 那以後大家覺得人行道破沒關係嘛 我覺得你把它納入好不好 感謝一座的激情 我們做了兩個廣場以後 我們派在車站前面的廣場 可不可以把它納入 我們現在已經請養公署協助公所 跟台鐵來談見面 這個就是我們新北市圍館的 跟台鐵無關啦 你可不可以納入啦 有 我們已經配刊 我們請養公署跟公所配刊 來協助公所 把這個部分一併改善 好 謝謝 好 謝謝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 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葉原汁原汁原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按讚 分享 我們下課程